是不是今天大家在想 为什么我的发型师哥哥不见了 因为他还没到 我就是自己很快的 我先回了酒店 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没赶上 你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 昨天我们在舞台上面掉假发了 你怎么回事 太大雨 那我们之前有那么多下雨的时候 为什么之前假发没有掉 就是这么生气了 我也想知道 就是这么生气 昨天吓死我了 我在舞台上面 因为一直在下雨 昨天是所有演唱会里下雨下的最多了 之前可能会有大雨的时候 但是他不是从头下到尾 昨天真的是从头都在下 然后呢 我一直在梳理的头发 结果我昨天梳着梳着 突然发现 居然有一片头发 垂着我的手下来了 然后我赶紧把它藏起来 藏在我身体后面 然后我就一直不知所措 我心想要怎么办 该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就这样子把假发给飞出去吧 然后我在后面一直 无处安放的小手 就把所有的头发捏在手里 想了一下 最后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把它甩掉 斗智斗勇啊你知道吗 你还要有个隐秘的地方 梳着梳着梳着 突然发现 居然有一天头发 垂着我的手下来了 然后我赶紧把它藏起来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把它甩掉 斗智斗勇啊你知道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